年过38岁的孙丽,却在逆生长路上越来越少女 在新剧《理想之城》里,丝毫看不出是个二娃宝妈 反倒精神状态不输年轻人 怎么做到的呢? 秘诀就四个字,好好养生 作为圈内出了名的养生达人 她自诩中医脑残粉,讲究顺势而生 绝不会错过在每个节气养生美颜的好机会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越活越少女的孙丽 演员是副业,生活才是主业 请点个赞再继续,让更多关注孙丽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无意中看到孙丽之前的一则微博,今日小暑 每晚以温水认真泡脚,可以出些汗,趋势安眠,有益身心健康 夏安,真是个养生力啊 日子一拍,岁月静好,每天都关心生活关心健康 说起孙丽,很多人都羡慕她生活美满,是娱乐圈幸福女人的代表 1982年出生于上海市,19岁就签约出道,很早就接触了影视圈 娘娘5岁就开始学舞蹈,所以有很好的舞蹈功底 如果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娘娘还在情深深语蒙蒙中为赵薇办过舞 孙丽出道那几年海盐剧大火,海盐当时是海润影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孙丽签约的就是海润影视公司 由于海润影视只有她一个艺人 所以新一部的海润剧《玉冠音的女仪》就顺理成章给了孙丽 之后她还凭借这部剧获得了精英电视艺术节人气女演员奖 这是一下子爆红的节奏啊 娘娘的事业也从《玉冠音》开始有了起色 她作为那个时期的当红炸子鸡 又接拍了多部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 《血色浪漫》《粉红世家》 合作的都是当时的小鲜肉帅哥呀 红起来的娘娘可并没有浮躁起来 也没有像现在的当红明星们赶肠子似的跑通告 走红的娘娘凭着对事业的热情劲变得高产起来 从2006年到2010年 孙丽连续五年不曾中断她的表演事业 并且坚持每年至少出演两部以上影视作品 不过虽然她接拍了很多电视剧电影 但其中不乏烂片 比如画壁豆瓣评分4.4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目有发现 孙丽所演的这些烂片几乎都是电影爱 这是不是说明她向大荧幕进军的计划失败了 好像是的 尽管有霍原甲和金山这样的优秀电影撑腰 但孙丽还是免不了被扣上烂片演员的帽子 不过咱们娘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认输嘞 电影走不通那咱继续走电视好了 2011年 孙丽凭借电视剧《甄嬛传》强势回归 孙丽也凭借这部戏获得了国内外多个提名和奖项 这部剧甚至火到国外在美国日本也播出了 甚至在日本富士台首播后出现了非常火爆的景象 而成功的背后却是满满的心情耕耘 看看孙丽娘娘的剧本满满的纸条 娘娘还说自己每次在演历史古装剧之前 要对剧本思索很多地方还专门请老师培训 这么用心难怪会成功啊 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孙丽成长在单亲家庭 曾一度不敢相信婚姻 几次拒绝邓超 她害怕婚姻是因为童年孙丽的记忆里 父母总有吵不完的架 尤其父母离婚后 孙丽心里对父亲是有恨意的 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 她都很努力 因为她心里有一个信念 我没有爸爸了 我要有出息 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让爸爸后悔去吧 可是当她打拼出成绩的时候 真的会去报复父亲吗 有一次孙丽看到 在杂货店里忙来忙去的父亲 满头白发 她瞬间就心软了 该原谅父亲吗 孙丽内心在挣扎 有两个人帮助孙丽打开了自己 接纳父亲 接纳幸福 其一是邓超 邓超看出她的挣扎 劝她说 妇女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如果和她这样较劲 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 丈夫的爱让她在婚姻中得到滋养 给了她安全感和勇气 和童年和解 原生家庭给的烂牌 她依旧打出王炸 而女双全的孙丽 也是一位养生达人哦 孙丽在没有走上养生之道前 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经常会出现偏头痛 拉肚子 包括过敏 出痘等其他问题 自己在总结反思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 就开始钻研起了各种养生小技巧 事实证明 娘娘的养生之道真不赖啊 咱都来学学 孙丽的养生方法 一直都是跟着节气走 它会顺应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节气 在养生模式上 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仅我们在过春下秋冬 身体同样也需要适应 一年四季的改变 万物复苏的春天 最需要照顾的身体器官是肝 肝对应的是绿色 所以春天要多吃绿色的蔬菜 外卖党没有福了 可以考虑一下麻辣烫 根据自己的喜好 多烫一些绿色蔬菜 前几天 精进还说自己靠吃麻辣烫 瘦了15斤 照这方法 仿佛已经遇见 大家正在悄悄变美 等着惊艳所有人了 夏天看起来燥热 但其实体内是特别寒的 这时候就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 把内在的寒透发出来 曾经在做中医推拿的时候 有位老师傅说三福天尤其不能吃良性食物 当下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到了冬天就格外容易手脚冰凉 湿气加重 中医养生还是大有学问在的 秋天对应的是白色 要多吃藕 白木耳 山药 离这一类食物 冬天对应的是黑色 像是黑豆 黑木耳都是不错的选择 比较特例的是萝卜 都说冬天的萝卜塞过身 萝卜在冬天是非常好的补品 没什么比来一碗暖乎乎的萝卜汤 更过瘾的啦 好喝还不长肉肉 理想的大餐 有鱼有肉 色香味俱全 而会吃的人讲究食物的搭配 生活需要减负 不如给饮食也做做减法 吃饭的时候 不要追求菜品种类有多丰富 而是要崇尚简单 一顿饭只吃一种蛋白质 简单来说 就是你这顿饭已经吃了鱼肉 那就不再吃其他食物理下 牛羊肉或其他肉的蛋白质了 当然了 在这种单一饮食下 要学会分配每一周的蛋白质种类 这一顿吃了鱼肉 下一顿就可以安排吃牛肉 以此类推 孙力说 七分吃 三分练 调整饮食 可以保持体重 如果能加上运动 效果会更好 孙力的这个运动方式 比较值得推荐 也更容易实行 你不需要大块的时间 利用零碎时间 就能锻炼 比如随身带一根跳绳 有空闲时间 就跳几分钟 对于塑形非常有效 另一个运动是瑜伽 孙力说 他之所以喜欢瑜伽 是因为他不仅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修炼 在快节奏的生活和环境中 保持一颗不浮躁和平静的心态 至关重要 练习瑜伽 是对心理的减压 也是跟自己的内心对话 所以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 一方面能锻炼身体 一方面帮你调节情绪 让你心态更积极 内心更平静 每天泡脚 泡脚是孙力每天坚持做的事情 他还会在微博上 用自己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 每天晚上 接一桶热水 温度控制在42-43度 10-20分钟 泡到身体微微出汗 全身暖暖的即可 如果哪一天 瘦了寒气 可以加些姜片 这里要告诉大家 一个小秘密 很多人瘦不下来 可能是因为湿气太重 所以 想瘦身 第一步先排斥 排斥正常了 身体的代谢 也就跟着正常了 日子平淡 干净又自由 女明星的养生之道 哪需要什么山珍海味 不过是晨起目落 回归柴米油盐的日常 尤其现在 政治疫情反复时刻 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以及超强免疫力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和娘娘一起 学会爱惜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吧 一起身体逆生长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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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论区留言